他告訴我們說 這些想要借那麼多錢 他們自己想辦法去負擔 他們的循環利率 那麼不想要借那麼多錢 他當然應該借比較 他也不需要借 他就用信貸就好了 那這種是一個 兩者不同的市場區隔 好 黃老師 你剛剛有話要說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覺得我們觀眾朋友 實在很專業 他提出說 現在大家都討論 那個弱勢的持卡 他要付這麼高的利率 我們倒過來講 他信用這麼差 只要負擔20%以下利率 就可以像銀行借到錢 就很不錯了 那如果他沒有收入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政府的責任 那是社會救濟的問題 剛剛李小姐講 我是很感動 我覺得我們觀眾水準很高 結果他說 那我們大家都在討論 那個弱勢的人 其實那應該是 政府救濟的範圍 不是銀行利率的問題 他說那我們這些正常的 正常缴席的這些持卡付 可能會因為 立法院下修這個雙卡利率 所有福利都不見了 比如說我現在開始要繳年費 銀行向我收年費 然後我本來有停車優待了 現在沒有了 可能我還有基點數了 現在也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那我們這麼乖 信用這麼好 為什麼政府要定一個 立法院要定一個這樣的法規 讓我們這個善良百姓 全全部沒有了 好 謝謝 所以這個是滿有趣的 那第二個剛剛主持人講 地下錢莊 就是說 是要消滅地下錢莊 然後發卡浮爛 這兩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雙卡的出現 就是要消滅地下錢莊 所以這是沒有錯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發卡浮爛 那是當初銀行過度競爭 才會各種手段都有 所以發卡會很浮爛 受信很浮爛 也變成說 其實沒有信用的 他不應該持有信用卡 他也可以拿到了 然後他沒有能力消費 他也在消費了 所以那是 那時候銀行過度競爭 那政府應該堅持那一部分 那現在跟這雙卡利率 這是兩碼子事 太好了 黃教授 你把這部分多講一點好不好 好 你說發卡浮爛的部分 對 以及有很多人根本就不需要消費 不需要借錢 但是被銀行引誘 對不起 所以我這部分 不要省錢 我沒有任何的指釋 我覺得我們學者 我們觀察很清楚 就是我們原來說 台灣是overbanking 就是銀行太多了 那當大家發現信用卡很好賺 所以每家銀行都去發 然後甚至拼命地浮爛地發卡 那很多人乖乖地 本來就不想要消費了 你說你也來收信 到學校去 每個學生說 我沒收了 你也沒關係 你來申請 編集 所以變成說他們為了搶業務 太腐爛 害死一堆人 那是一件事情 那該修理 監理主管單位 應該不能持續他的責任 好 謝謝 應該要監督完 那這個發卡浮爛 台信銀行有沒有這種現象 其實目前我們的整合 還是滿嚴謹的 不過我得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在2005年到2008年 其實整個銀行業者 大概打消財帳 大概超過2100億 在參加債務協商 或者是現在的這個協議清償也好 整個金額加起來 大概也是3300億 那這3300億我們提供的 大概不是零利率 就是大概非常非常低的 十年的一個低利的一個償還 都在3%以下 那所以其實並不是說銀行業者 整個都沒有所謂的幫助弱勢 那針對剛剛觀眾也有提到說 整個雙卡利率的下降 對信用卡業者的這個影響會是如何 其實我最近就像這個消息會有收到滿多電話 其實我最近也收到滿多電話 有兩個來源 一個最多的是記者 另外最多就是外資 因為台灣的外資 它對台灣的金融投資比重相當的高 那他們最會關心的就是 國際金融自由化跟利率自由化的問題 是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想剛剛已經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如果你真的付不起的話 可以債務協商 然後也可以打銷呆帳 這個部分 好 那我現在回來 我們再請教一下消息會的吳教授 您剛剛特別提到政府有很大的責任 在這些事情上 那我忽然就想到一件事 不曉得吳教授有沒有同感 我就想起這個窮人銀行 這些窮人 就有沒有一個銀行信任他們 相信他們會還錢 給他們低一點的利率 不要因為你是窮人 就覺得他債性不好 就不要以為說我今天收入少 好像我就不能還你錢 那我們看到人家國外窮人銀行 就讓很多的窮人服役 而且賺錢 吳老師你要不要講一講這一點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與其讓地下錢裝 或地下經濟在那邊猖獗 不如政府有另外一個 社會上面救濟的制度 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慢慢的在這個我們這個 本來的這個利率都下降的情況之下 雙卡利率也讓它做合理的這個下降 然後把我們整體的這個金融業 推上一個比較好的這個軌道 然後銀行對於發卡這個部分 對於它的債性的這個平等 它的這個做法能夠把它透明化 然後做得比較嚴謹一點 不要隨便變得是發卡 好像隱均入旺的情況之下 讓很多人過去造成這種傷害 雖然這個現在銀行現在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實際上 原先就是銀行本身造成的 銀行本身自己就應該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如果將來做得好的話 不好的銀行它淘汰了 甚至現在國際上不願意贊成保護主義 我們也不應該過分的保護我們自己的銀行 將來說不定有機會 國外的銀行能夠以更好的這個制度 來提供類似比如像是這種雙卡這種服務的時候 我們也不應該去排斥 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這個選擇的空間 我想這樣的話會是一個銀行也好 消費者也好包括政府 包括我們整體的社會都是一個多投多贏的這個局面 好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剛剛吳教授跟我們提到一個政府要做社會救濟 第二呢要做這個銀行要做債性的平等 然後盡量不要用這種請軍入用的方式去借人家錢 那另外也希望能夠開放更多國外的銀行 在台灣一起加入競爭 黃老師趕快很簡單的幾句 我覺得吳教授講穹人的同意 絕對沒錯 剛剛主持人提到穹人銀行 穹人銀行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怎麼樣追求呢 就是把民法2005條利率100%廢掉 所有穹人都可以借到錢 那政府在做什麼呢 政府可以提供給這些穹人 在使用信用卡或去向銀行借錢的時候 提供信用保證 因為他信用是很好的 只是他很窮 他還款率是很高的 那這部分呢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想窮人也可以很能夠很有品質的 享受到信用卡或消費金融的樂趣和福利 那信用好的一般持卡人 也不會因為現在把它搞成對象 就是說修法下限 把利率下限修到這個12% 讓這些人良好的百姓呢 他的福利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不要上臭天台投臭胎 就是要搞錯事前弄錯方向 這個發卡浮爛跟這個雙卡利率下 就是兩碼子是 跟利率是不一樣的 好 非常感謝今天我們的三位專家學者 跟我們一起很開誠布公 而且很坦然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相信即使是我們中間的銀行界的代表 也可以承認說 我們過去在發雙卡的這個壽性跟審核上 最好的討論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最後要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請你一定要小心謹慎 不要隨便上當受誘惑 然後就去借錢跟消費 以免掉入永絕補戶的深淵 不管是你自己或你的家人 還不起錢也害了銀行對不對 非常謝謝今天各位一起來收看 這節2100行報現場 我們歡迎各位隨時針對我們所討論的議題 提供您的看法 您希望我們邀請誰上節目 您希望我們探討什麼議題 都歡迎你一起來參與 今天也非常謝謝三位專家學者 我們今天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共識非常的珍貴 我們希望今天能夠提供立法委員租公 以及行政院來做參考 政府非常非常需要介入這件事情 讓民眾有一個好的空間 謝謝你收看 再會